今天是5月16號禮拜二 今天台股是大漲 大漲了198點 那盤中漲200多點 那大漲就不需要老師啦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啦 反正大漲就是隨便買都賺嘛 你買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大漲嘛對不對 好 那明天呢 對嘛 這幾天外資都在賣嘛 今天一天大買超 那今天大買超 明天會不會繼續買超 這問題就來囉 你說老師 昨天歐洲股市 美國股市 歐洲股市 美國股市都不怎麼樣 美國就是半導體類股大漲嘛 因為美光大漲 你要去看人家為什麼漲 那是因為美光大漲 然後台積電也是成分股嘛 台積電漲2%多 所以台股這邊它漲個10塊錢也不過分 但是你就是 啊就是跌多了再反彈嘛 你就先這樣看 好不好 那你心態把它調適好之後 其實你仔細一下去看 今天漲200點 成交量2100億而已 2100億而已 這個成交量夠不夠啊 那不夠的話 明天一定是大震盪 包含明天可能什麼 什麼國民黨正式的提名的候選人要出來啦 或是說怎麼樣 加上台子旗要結算 會有一些變數啦 會有一些紛亂 那你要跟著我來啦 我是希望你跟著我來 那你像昨天在生醫療法沒有 今天沒有立法院刪讀嘛 所以昨天就有人知道啦 所以昨天就 那我們的概念股就往下跌啦 往下跌 那很多人就 啊老師啊你應該怎麼樣啊 哦你哦怎麼樣哦 你賺錢都說了都整理耶 我講的東西就很清楚 看我節目賺錢功勞歸你 然後一有你不滿意的開始罵我 奇怪啊 我覺得這些投資人很奇怪啊 對不對 那之前我們推薦了一個多月 你不去買 然後昨天訓年三顧創新高了 你才去買 買在最高點 然後收盤跌下來 老師我好可憐 你很白癡啦 你很可憐 他只是往後研議而已嘛 他也不是說他不通過了 啊老師你這樣不行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行不行我老婆知道就好了 干你什麼事啊 什麼什麼不行 那有些人很不會講話 什麼不行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那些立法院 這樣講一講講一講 搞一搞就是本來要刪讀的就不刪讀 錯人喔 不要太過分 我覺得有些人真的不要太過分 因為很多人喔 他沒有錢參加會員喔 去吃那假大贏啦 那你就算了 然後正正有詞 罵起別人 正正有詞 我們沒有收你的錢 免費幫你看你的股票怎麼了 免費告訴你說喔 你可能現在布局什麼 比較容易賺錢 不要把別人的善意啊 當作惡意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這是最基本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當然你自己要加油啦 今天是半導體類股大漲 台積電大漲嘛 那收復了所有均線 那收復所有均線就要翻多了 你不要還在那邊做空 198點 那外資今天是大買期限貨啦 大買期限貨的話 其實他只是為了套利 我覺得應該是 為了明天的結算而已啦 那再生醫療股今天獨跌 最後最後尾盤去年還翻紅 還翻紅 那只是法案延後在意而已 並不是說 因為他同一個法案 他朝野協商三次了 你懂什麼 本來今天早上要刪讀了 結果國民黨後來又縮回去了 因為在吵郭台銘跟侯友宜的事情 就是又縮回去了 他們又關起門來要喬事情 所以之後會不會過呢 這也不是我決定了 可能柯建民比較知道啦 要問他們 民進黨的立委才知道 那你現在要留意的是 國外的因素的話 美國債務上限的話 還在打太極 協商是還沒有結果 不要在那邊看到美股漲 就是說協商好像有結果 沒有喔 我是告訴你喔 我是坦白告訴你 六月份我看FED還是要升息 你們都 我覺得大家都會猜錯 六月份還是要升息 那個股的話第一季的財報都出來了 那很多都是很難看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股票要跌 你不能怪它跌 它本來就應該跌 那市場的焦點在那個三富嘛 三富你像今天那個什麼 五福旅行社都上來 這些股票上來 旅行社的股票上來 這剛好而已 不過這三富真的連續漲四支停板了 你也稍微記一下 我覺得稍微要震盪 那大型股的部分就是技嘉 技嘉很有代表性 今天創新高 像廣達最近也在大標 大標特標 這種重心股在走 那市新今天創波段新高 那市新的話 我就是建議你不要追了 強勢是強勢 一千四了嘛 今天一千四了 一千四了 你說老師那你是不是看空它 我說那就不要追了嘛 你何必呢 幾百塊你不去買 一千四你才買 所以我是覺得說四可兒子 四可兒子 你說說老師那你一定要追 一定要買高價股才會爽 那你就 助你大賺 好就助你大賺 我們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沒有 沒有必要去擋著你發大財 沒有必要擋著你擋著地球賺 對不對 那比較弱勢的就是像矽利KY這種股票 他之前是股王 那之前我們還帶會員空過他 你看這檔股票 所以我跟你講 他出來財報不好的 你就不要去碰 根本沒有那個價值 他沒有那個價值 你懂什麼 他現在人家一張股票等於他四張股票 所以你看他好像三百多塊好像很便宜 你要乘以四 那等於還是一千一千四五一千一千五 所以還是很貴 還是太貴 第一季才賺零點幾而已 那這華麗 華麗是第一季財報沒有很好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你像這種股票直接破底 破第一個支撐線 破第二條支撐線 這種股票反彈你就是找賣點 我不是說你要去空他 我不是說你這種股票 那個一個頭這麼大出來 你反彈是要找賣點 你像那個何一 何一也是 他這個頭這麼大 你要說什麼這邊抄底 有啦有機會成功 但是我是覺得說拉上去以後 這邊很多人在要等著解套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自己操作股票上面 你要理智一點 該走還是要走 你像這兩天行情不好 我們也是有停損股票 該停損股票 該處理一些股票 你還是要做處理 不是嘴巴開開等投胎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那典序我們之前賣出 獲利賣出 然後今天再買回來 因為早上出來消息是那個威藤 威藤要併凱瑕 當然你可能不知道 這個產業鏈到底是什麼 老師他這個兩個硬碟廠 要互相併購對不對 合併 那這個是代表什麼 然後你又看到美光要漲6% 美光漲6% 那為什麼漲6% 就像威藤去併凱瑕 他們兩個合併之後 那對誰有利 台灣廠商是對他有利啊 你要知道那個產業鏈是什麼 那你再去看他說 原來那個低潤的 低潤行情可能第二季不好 對不對 記憶體的行情可能第二季不好 可是這家公司四月份營收還比三月份好 那可能他就是有賺錢 第一季人家已經有賺錢了 第二季可能賺更多 所以你要反應快一點 所以你買股票你要看 不是說美光大漲去亂追什麼華邦電 亂追什麼什麼南亞科 其實真正賺錢的你要把它抓出來 然後去買那個會賺更多錢的 那三顧昨天創新高之後打到跌停 那我們是家貧如潮 昨天老師去工會上課 那沒辦法被安排一定要去 不去還不行 那被罵翻天 沒關係你罵就罵 反正我們買在哪裡很清楚 我們四十幾塊買的 你說四十幾塊 漲到六十幾塊叫你不要賣 也不可能啦 我跟你講 會員也沒辦法這樣要求 四十幾塊漲到六十幾塊 叫他都不要賣 不可能啦 所以有時候批評就批評嘛 我們就欣然接受 我們公眾人物嘛 那我們盡量 那接下來怎麼做 你要不要跟著我一起來 你自己好好考量 刷這個QR Code填好資料 我們會派專人跟你聯絡 到底怎麼樣操作 那你的股票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問 歡迎你跟著我們一起來 祝你大壯我們明天見 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行賺 我以為你都不明白 我以為你最終的 我從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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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以為你